這是阿拉伯男年年 今晚要再去哪裡 因為你若不走進原住民部落的時候 瞭解他們的文化 和一般平地的差異的時候 我們在白日暗境的時候 無法盡情急瞭解 阿姨 替他們的管理 去給他們爭取福利 那今年我們希望 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原住民的觀點 特別是說我們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在這個今年的三月 在花蓮這邊接牌 那今年是由原民中心來主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很多部落的一個觀點 一群法律人走進了台東的部落 在獵人的帶領下 用身體感受 用心體會 讓國家法治與原住民族權利的 兩條平行線找到新的交會點